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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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过来吧 阎王爷在勾我 这爹一听啊 不大一会儿就跑到傻子那房间里 跑到床前说 阎王爷啊 我儿子刚结婚 啥也不懂 你要勾就勾我吧 朋友 请问你是单身吗 想不想找一个温柔的女朋友陪在身边 走下角 这个默默教友APP上线优先匹配 同城单身男女朋友 不用加好友也能聊天 特别高效 默默教友上有很多单身美女 想找对象的 快来试试吧 你知道工地上的男人想老婆了该怎么办吗 今天我就给你实话实说了吧 我也不怕矮骂 他们不敢说的呀 我来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 农民工出来打工呢 一年也就回家一两次 常年见不到老婆 其实这个问题啊 我们很多农民工都感到十分的心酸 如果说你也是单身 是真心想找一个温柔起歇的女人 陪伴在你的身边的话 今天我告诉你一个好记方 不管你多大年龄 也不需要你花钱投资 你看到我视频左下角这个小方框了吗 简进去啊 就由附近的单身美女主动找你聊天 你看得到电话号码 想什么时候联系 就什么时候联系 蓬蓬心动 遇见懂你的有缘人 附近美女视频约会 告别孤单 浪漫声威 爱意狂欢 真实交友 就来蓬蓬交友直接开聊吧 赶紧见左下角连接下来吧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呀 如果说洗澡的话 到底是男人先洗还是女人先洗呢 如果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呀 那说明呢 你已经单身很久了 正确的方法呢 应该是男人先洗 为什么呢 因为男人洗澡呢 不会超过五分钟 而女人就不一样了 女人洗澡呢 本来就慢 洗完之后呢 还要涂磨砂膏 身体乳 护发素 洗完之后呢 她的浑身呢 都是香喷喷的 等她洗完忙完之后呢 热水呀 都用完了 朋友 你真的是单身吗 如果说你真的是单身 今天我送你一个老婆 你要不要 我说的都是真的 没有和你开玩笑 不管你今年多大年龄 我视频左下角这个小方块 你看到了吗 你点进去呀 就可以聊天了 想聊多久聊多久 聊得好呢 还可以约出来见一面 我也在这里等你呢 都是真心找对象的单身美女 孤单了 想要找个合得来的心上人 就来砰砰交友 直接开聊吧 快来点左下角连接 下载试试吧 从男人摸女人哪里 就可以看出呀 他是什么样的男人 一呢 喜欢摸女人头发的男人呢 一般呀 都是恋爱高手 二 喜欢抖着女人腰的男人呢 一般呢 都是幼稚的小学生 对待感情呢 三分钟的热度 三 喜欢摸女人鼻子的男人呢 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不会在于女人的感受 只顾自己开心 四 喜欢摸女人肚子的男人呢 对待感情呢 比较认真 是可以好好过日子的男人 五 喜欢摸女人下巴的男人 这种男人呢 就是不太注重感情 他只是把你当成一种玩具 有点坏 有点心机 也是很深沉的 对面的朋友 你还是单身吗 如果你想找一个老婆 今天呢 我就送你一个 你要不要 不开玩笑的哦 就是点击左下角 下载圆圈 圆圈上有很多单身美女 不用加好友 一见就能聊 找到对象呢 快来试试吧 今天晚上我去你家睡啊 我老婆不在家 然后顺便陪陪你 然后再给你喝两杯 你跟谁打电话呢 没谁 哎不是 我这还没走呢 你跟谁打电话呢 真没谁啊 哎 喂 你勾引谁老公呢 我告诉你 你再打电话过来 我就找你家去 这是你爸 这是你爸 哎呦 你又远点 偷白夜都鼓得我半熟了 你也不嫌泪停 啥 不是媳妇 我才下班啊 啊 我上天夜班啊 我刚好回家 哈哈哈哈 偷白夜那是谁呀 我也不知道是谁呀 我以为是你呢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姐夫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怎么了吗 我说我不喜欢那个男的 你到底说我不喜欢男的 你什么意思 我我我 这就算了 你还说我生过小孩 你本来就生过呀 我怎么生过小孩了 你肚子上没疤 肚子上没疤才是没生过小孩的 但是你姐给我说过 肚子上没疤的 一定要顺产处理 啊 哈哈哈哈 这年轻人 我靠 你就是个窩囊肺 我咋窩囊肺了 骂老先生打你 你不还手 忍一时风平浪静 再说了 你哥们年轻的时候你照亮照亮 你看我脑子上这个吧 你知道咋来的不 你拉倒吧 你妈都跟我说了 生你的时候是不是抛肤产 啊 口子拉伸了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你刚刚唱什么 你再给我唱一遍 你说的啊 唱 我唱了 你可不许生气啊 哈哈哈哈 男人都喜欢别人老婆 想知道没啥听过说 就像云泡 他们吃过 心里总是惦记着 老婆想家常便饭 别人的老婆想酒店 虽然天天在家吃饭 心里老想去酒店 人为啥 听我言 自己的老婆天天见 没了当初的容颜 得不到的就新鲜 要不是到的有底线 要不是老婆关的烟 都像后宫有三千 就连我也想 住酒店 我让你住酒店 不是姐夫 你出去吧 我要睡觉了 你让我出去啊 啊不然呢 我还留你给我讲故事啊 我给你讲个屁故事 这可是我家 咋的呀 你还捏你小姨子走啊 我跟你说啊 你可别瞎说 我跟你姐已经离婚了 离婚了值不值得 那你还管我 少管我 睡觉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